那你們在拜會 這好新鮮的螃蟹 すごいすごい 這個肉 油花 太厲害了吧 這個說是鳥取和牛 哈囉大家好 現在我人到鳥取了 這回我會在鳥取玩四天三夜 然後濃縮成一集 那我們就趕緊出發吧 車站出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旅遊中心 大家可以來這邊 就是預約計程車 或者是拿一些觀光資訊 有一些拍照點可以拍照 我剛剛這邊拿了幾本就是導覽的 全都有繁體中文 然後小姐我跟我介紹這個方案很好 他是說你可以三個小時三千元租車 然後在這邊就可以租了 他所有還有很多很多的行程 你可以挑你喜歡的行程 你可以讓鳥取站 白兔神社 沙之美術館 就沙丘 然後還可以去鳥取成績 然後最後回來鳥取站 他跟我說 大致上這個行程 全部三個小時之內就可以走完 那可能如果想要在沙丘玩久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說我可以不要去某個點 就是主要就是所有的行程 你只要兩個地方以上 然後兩個小時以上就可以了 你好鳥取市 然後還蠻豐富的內容 哇 第一站 我來到白兔神社 又來了 之前來過又來一次 那我們趕快去去看看 上次丟那個結緣石 這是丟超久的 這次我就不丟了 我們去看一下吧 白兔神社 明年剛好兔年 超適合的 然後來白兔神社 就要看這些柱子上面 可愛的小白兔們 太可愛了 然後這個鳥居上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石頭 就是上次我有頭的結緣石 結緣糞 有沒有你看上面超多滿滿的石頭啊 白兔神社 結緣糞的神社 白兔神社 結緣糞的神社喔 白兔神社裡頭 是玉手 都超可愛的 因為他是白兔神社 所以他有很多兔子相關的 就是玉手 看結緣兔子玉手 有沒有很Cute 還有這種做成兔子臉的 這個就是結緣石 就投在我剛剛說的那個 鳥居上面 還有代表各種利益 你都用到五顆 就是良緣紙寶 繁榮飛藥跟健康 很特別 還有這麼可愛的兔子的籤 這個擺絲也可以拿回家做紀念 那現在白兔神社也參報完了 我們就前往下一個經典吧 美術館到了 沙芝美術館 好神秘喔 好神秘喔 哇 好厲害喔 哇 就實際上可能埃及這些展示品 也會出現裂痕 它全部都有呈現出來耶 這不是做失敗喔 就是故意弄成這樣子的 好立體感 而且它全部都只是用水跟沙子去做的耶 我怎麼可以做這麼厲害了 全部表情都不一樣耶 它展區雖然不大 但是很有看頭 我覺得 真的 還蠻讚的 很讚 很有看頭 它這個展覽是從 2022年7月30到2024年的1月3號 都是展這個埃及展 可以來 可以啦 很讚 沙丘 又來沙丘啦 不管來幾次都還是很壯觀啊 這邊 真的很有沙漠感 但是風好冷喔 對面看過去那邊 就是日本海了 沙子好細喔 沙子好細喔 沙丘沙丘沙丘 感人的再會 沙丘 那因為風太大了不能騎 摩托可能會有危險吧 就風太大不能騎 只能遠遠跟他拍照 這邊有一家新開的咖啡館 叫做Takahama 這個建築很特別吧 它其實是Kumakengu-san設計的唷 它的Menu好像就還蠻一般的 就是咖啡啦 咖啡廳 吃氣氛的 它設計還蠻酷的 這樣子喝 而且它這個吸管 是竹子還是木頭的 就很酷耶 超酷的 洗一洗就可以再用耶 是竹子的 又是把咖啡粉 撒在雙琴上的感覺 真的到沙沙的感覺 今天晚上吃螃蟹 這家螃蟹 聽說超好吃 當地人推薦的 一定要預約才我們法 看它的卡尼一個要八千跟一萬 就只有兩種菜單 吃這個螃蟹 我會一看你一看你 我會一看你一看你 上次想喝 行程里头都没办法排上 这次就来喝啦 它叫砂巴咖啡 其实因为日本的星巴克叫做 我会称叫砂巴 所以有点自嘲 我们虽然没有星巴克 但是我们有砂巴 我们这样子 这个是叫做Caramel Winner Coffee 上面有鲜奶油 淋上焦糖 然后配上一个焦糖的脆薄饼 终于来喝啦 但是你这到底要怎么喝 我必须要先把上面的鲜奶油吃掉 才能不能喝 我觉得很像星巴克的焦糖马奇朵 这么贵是砂巴咖啡 而且你看 一直溜出来 而且它里头其实是没有糖的 就是完全是鲜奶油的糖分 跟上面那个焦糖酱 很好喝耶 现在就是吉田张也他的收集品 然后因为他就是发起鸟曲的工艺品 就是要传承这样子 他就把他的收集品拿出来展览 然后变美术馆 这个吉田张也他在鸟曲 是被称作民意之父 那他们鸟曲县最代表性的工艺品 名义品就是这种颜色白又黑又的淘气盘 双色的淘气 烙人进心的拍摄地点 然后听说这个建筑啊就是 明年好像要开始维护它 好像五年间就不能进去参观了 这是烙人见心2012年那一个时候的电影 拍摄里头就有出现这个 快找手藤剑了 这是拍摄的地方 可是在这边 拍摄的地方是什么后面那个阳台 大家去看电影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就什么二楼那边攻打 大家就互相攻打这样子 这个就是拍摄的地啦 快开有没有 就是这儿 为什么浪人见心会选择这边当拍摄地点 因为它可以拍到就是那边的 撩取城基的城墙 然后又有这种欧风的建筑 就很符合它的电影所需要的那个时代感 所以这边就被选为拍摄地点了 但是很有feel欸 这个阳台就是电影到出现的阳台了 那個房間 浪人見心了 快點 粉絲們趕快來 佐藤劍啦 哇 突然變得很興奮 聲音都要高八度了啦 你看當時大家在這邊拍戲有沒有 快看快看 佐藤劍 2012年的浪人見心 電影跟他趕快去找來看 有沒有 就是這邊 就在這個人風格拍的唷 鳥取他們有一個鳥取城 但是鳥取城已經被燒化只稱遺跡 那現在就是鳥取縣很積極的想要復原它 就照著以前的樣子復原 那這個橋 就是已經復原完成的橋 過護城鵝然後正面 正門進去這樣子 那那些城郭啊 他們也都是照著以前歷史的樣子去 重建它的 就可以看到那些很多藍布的地方 都還在做復原的工程 可以看到圓圓那邊有一個 有點圓形狀的 圓弧狀的石堆 石圓牆 那個是為了讓兩邊的城牆不要倒下來 然後去增加它的強度而做的 聽說那個形狀在日本的城裡頭也是很稀奇的 現在來吃晚餐 這間TAKUMI 它吃蒜蒜鍋 然後 聽說這就是日本蒜蒜鍋發翔的地方 而且它都是御原 哇 這邊是 鳥取的在地人推薦我來的 鳥取在地有人推薦 鳥取的朋友推薦的餐廳 太酷了 這是日本蒜蒜鍋發翔的店 而且他們說它的牛肉很厲害 是鳥取和牛 等它送來 肉來了 太厲害了 你看這個肉 油花 太厲害了吧 這個說是鳥取和牛 黑毛和牛 所以他們的品牌牛吧 就是 不只神戶有神戶牛 鳥取也有 鳥取和牛 它一片牛肉超大片的 先把它先來涮涮鍋 哇 哇 它上去融了它的油脂 然後這個是它的醬 芝麻醬沾這個瓷 牛肉肉 好軟喔 好軟喔 真是入口計畫 我現在來到呢 是智頭丁的石骨家住宅 這邊的一戶很大很大家的火牙人的家 是國家指定我重要文化財 我們先去看看 很有氣氛 太扯了 是有多大肩 這間房間好像就是IG上打卡最有名的 這間房間好像就是IG上打卡最有名的 我們家好像迷宮喔 太多房間了 這間要玩那個鬼抓人一定很好玩 我只玩桌米草 我參觀完這個石骨家 有夠大的 真的會迷路 真不愧是這個智頭丁 以靈業繁榮的大戶人家 很值得看 很驚豔 就房間也太多了吧 是我們的司機大哥跟我推薦這間 叫做Bendem Manju 聽說是 他說是這個 若櫻丁的名產 饅頭 就是麻糬的那種 油包紅豆 他說他今天可以順便來 然後就可以買 然後跟我推薦 一定要買一定要買 好 有稱呼 嘩 可記 答案 大臣 大臣 三種類 大臣 謝謝 いただきます 媽媽多可為的原味 但我三種口味就都有了 開心 有了 我也給了 三十米都給了 謝謝 謝謝 這裡 謝謝 抱歉一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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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就要來吃午餐了 這一間叫做 通葛心 這也是當地很有名的 一間炸豬排的店 然後平時呢就會 大排牆喔 那我今天有預約 就可以直接進去吃 期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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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啊 這麼貴是有名的店 哇 他給我一個好 他給我好大桌耶 看一下 看一下Menu 好像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若鷹丁鏟的 吉川豬做的炸豬排 還有一些 通通通 確認 其實他都沒有照片 比較可惜 好多人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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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炸豬排 顏色好白喔 因為他說是 低溫油炸 慢慢炸 謝謝 請問一下 謝謝 這家店 很好吃耶 他的豬肉 好軟嫩 他完全沒有那種 日本豬肉會一股臭耶 他完全沒有 很多汁 很好吃 可以嗎耶 難怪大家都狂推這一家 通過之心 那我們去附近看一下這個 若鷹丁他們一些街景好了 那邊散散步 正前方那個呢 是若鷹車站 我有查喔 若鷹車站啊 跟新竹的內灣車站 其實有 結弟姐妹車站耶 然後若鷹車站裡頭 還有可以看 SL列車 蒸汽列車 很漂亮耶 這個車站 櫻花 櫻花 喔對 若鷹車站 響音也很 也很棒 也是名勝地方 我還以為我走錯地方 正前方那是賣票的 然後還有一個咖啡店耶 好酷喔 若鷹車站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樹啊 這都是櫻花樹啊 然後最著名的 就好像是這個列車吧 SL蒸汽列車 我不太了解列車耶 好像很多電車迷 火車迷都會來這邊拍照的樣子 感覺很像那個鬼滅之刃裡 都會出現的列車頭 火車頭 去買車票 還要搭3點13分發車的回鳥取車站 這台觀光列車我也很期待 是有點復古感覺的列車喔 它一樣就是 你不用再另外多家 家就可以搭的一台觀光列車 很棒吧 很棒吧 這是這台列車 裡頭也太復古 太可愛了吧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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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倫茸號 鳥取 若鷹鐵道 今天是我在鳥取的最後一天 沒想到竟然下大雨 今天我要利用他们鸟曲式的麒麟狮子周游巴士玩鸟曲哦 那买票就在他们的巴士转运站就可以买了 我们先去看看 从车站的北口出来往左边走 这边就有一个巴士转运站 这边就可以买票 我要搭的是这个 麒麟狮子 它这边也可以拿到时刻表 它会像这样子绕鸟曲是各个地方 它是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 也有去沙丘 所以我觉得巴士还蛮方便的 谢谢 那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周游圈开始我们今天的鸟曲巴士一日游巴 车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搭的麒麟狮子 其实还蛮好认的 特别比较不一样的车辆 我们要搭这台 大家记得在车上要盖这个印章 这样子的话 后面就会有很多的优惠了 第一站先来他们的铜万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想到就是外国人啊 然后你只要出示你的护照 原本五百块 然后就变两百五十块 我也不知道 有种赚到的感觉 那我们先去里头看一看吧 好欢迎哦 好欢迎哦 我觉得这边真的还蛮好玩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小时候的东西 然后没想到现在是变成在展览 其实我心里还蛮复杂的 我现在还在玩 可以来可以来 我觉得大家来这边会很怀念 然后小孩子来这边会觉得很新鲜 很有趣 可以来 我现在来到的是鸟曲港这边 哇风好大啊 这么贵是海边 这边 这个叫做 Karoichi的市场 说是当地居民也会来这边买鱼货的地方 现在冬天就是螃蟹的季节 卖好多螃蟹啊 这边也算是在地市场 就当天早上在苗区刚补到的鱼货都可以在这边卖 真的到处都在卖螃蟹 这边还有新鲜的螃蟹 喔喔喔喔 西纲的活顿 也补太多了 螃蟹有这么多 你要去港的螃蟹也太多了吧 除了漁獲之外 海鮮之外 这边也可以买到一些伴手礼 在那个鱼市场旁边 还有一个卖蔬菜的市场 这个就真的是当地人 他们会来这边买蔬菜的地方了 都是新鲜蔬菜 然后说到鸟曲线 然后现在刚好就是 梨子很有名 这边就有卖很多鸟曲的梨子 而且价钱因为都是当地人的买的 所以它没有很贵 超便宜的 这么大一颗梨子 只要五百块 超大颗的 好重好沉哦 这边又有另外一个超市 这也是鸟曲人 他们自己会来买菜的地方 这都是当地人 好大哦 好吓哦 超大的梨子 好扯 买梨子之前先来吃午餐 要不然梨子太大 会变很有负担很有重量 先来吃午餐 这个好像是他们撩取鹤鹿港的名物 吃这个好了 OK GO 太来了 花枝井 那就是先用他们的专用酱汁 第一个吃法 先吃生的花枝 很新鲜 很好吃 然后他说在中间会有照烧花枝脚 真的有耶有耶 哇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你看这照烧花之下 感觉有一种炭香耶 炭果香耶 好吃 好喝 好喝 走 现在呢 就来去买梨子吧 去买水梨 买完之后就可以坐车 准备回大班啦 买一颗王丘跟买一颗他们的 他买一颗回去 就买一个这个 买一个这个 买这个好了 买好了三颗大梨子 那就准备再坐巴士回车站 回大班咯 要回去前就可以来这间 买鸟曲线他们的名产 这边听说是 东西很多很全 而且还可以免税 还蛮大一间的 什么都有 鸟曲线喝咖啡也是日本第一 喝最多咖啡的线 他有很多咖啡的东西 他这个 砂咖啡说是 用沙子去炒咖啡豆去 就是把它 培煎 像我们糖炒栗子那种 比如用沙子去炒咖啡豆 很酷耶 好 鸟曲线就是要吃螃蟹啊 因为他很多各种螃蟹的 名产 应该就都可以带回台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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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